我得甲瘤了 12月刚摇完 现在又来了个甲瘤 我说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这个症状是一个障碍和尚 令人摸不着头脑 一会儿热 一会儿冷 一会儿精神抖擞 一会儿萎靡不振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 他这个病毒是带着脑子在攻击你 比如昨天发动进攻的是我的扁桃体 今天入侵的就是我的鼻子 我室友就比我严重多了 据他描述 他的症状是这样的 发烧 身体剧疼 咳嗽 嗓子疼 头疼 腰像断了一样 这波甲瘤来势比较凶 不要大意 大家伙新闻都看见了 咱们北方不少城市 都已经出现接连感染了 南方有很多小学都开始停课了 近期 中国多地疾控中心宣称 流感以甲瘤为主 呈上升态势 北京疾控中心27日通报 北京甲瘤病例占比达99% 在天津这边有民众披露 在天津儿童医院 半夜两点排队的病号 已经到了2000多号 但无法确定是甲瘤 还是新冠疫情导致 随着感染人数暴增 关于甲瘤的话题也冲上热搜 其中单是甲瘤的词条 阅读量就超过10亿 为何出现如此严重的甲瘤浪潮 有医生分析 很可能是中共三年的极端防疫 导致人们免疫力过低 由于中共清晰不透明 目前疑似甲流雨 新冠同时流行的情况 有专家建议 不要听信政府的宣传 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你要摆脱过去两三年里面 政府给你所形成的 一些错误的观念 比如说对病毒的极端的恐惧 我觉得对于健康来说 这是第一药物 如果你在恐惧中 你任何轻微的感染 都可能被你的过分的担心 而严重的加剧 要摆脱对病毒的恐惧 你要下方设法 让自己的免疫力提升 你不要把这个健康的期望 放在对中国政府的依赖上面 一定会失望的 也一定会觉得又被欺骗了等等 那么这个反过来 又会加入你自己的 这个精神上的穿伤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王彦乔 李韵采访报道